稿件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逊 塞尔维亚从欧洲杯预选在直接晋级2018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之后 主帅斯拉沃柳布便立即下课了 塞尔维亚足协开始物色主教练人选 上赛季获得塞尔维亚最佳教练称号的斯托伊克维奇成了头号人选 不过斯托伊克维奇跟广州福利有长约在身 这个事情的主动权在广州福利一方 塞尔维亚足协未免有些一厢情愿 据记者了解斯托伊克维奇确实对带领祖国球队征战世界杯决赛圈有兴趣 但他自己明白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不管是从职业生涯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 他都不可能现在放假中超的工作去带国家队 实际上带队征战世界杯也是一场赌博 在只剩下半年的情况下 从没有过国家队之效经验的斯托伊克维奇 要去接手一支已经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球 队是有风险的 他不是捉火队员 他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打造一支球队的风格 这个机会显然不合适斯托伊克维奇 另一方面斯托伊克维奇在中超和广州福利的工作蒸蒸日上 本赛季广州福利踢出了较为成熟的整体足球 斯托伊克维奇的指教赢得各界一致好评 据记者了解中超各项最佳的票选结果实际上已经出炉 斯托伊克维奇即将接过2017赛季中超最佳教练的奖杯 这个头衔更增添了他留在中超的资本 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斯托伊克维奇是李皮在国族最合适的接班人 斯托伊克维奇原本跟福利的合同到2020年底到期 还有三年时间 根据最新消息 广州福利方面愿意给小思加新许约 用更好的合同把双方更紧密捆绑在一起 一位福利高层队记者表示他真的很享受在这里指教的氛围 他也喜欢整个俱乐部的风格 当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希望球队的阵容得到一定的补充 至于塞尔维亚的邀约 斯托伊克维奇只能挽去了 有一种极端的可能性 这也是福利方面唯一能够考虑接受的形式 明年世界杯期间放肆脱伊克维奇临时去国家对持教一个半月 福利高曾表示 我估计很难成事